首先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 来这里共产支持 那这部电影呢 一眼难尽 因为毕竟筹备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面子 我们确实拍的非常辛苦 难度一拉走过的路 不容易 大家有照发非常坎坷 小时候一路走来 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那拍出电影 感觉好像也重新再走一遍 难度走的路 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 经历了很多的东西 这里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概括 那这部片子我也参与了整部片子的剪接 到最后剪完 我看了上千遍 我告诉我自己 这个剪完之后 我不会再看了这片子 那因为声音后面我也参与音乐的部分 那整个歌音乐我也再做了一遍 又是看了千遍 大概两千遍 我会告诉我自己 这个片子 我上了院线 我一定不会走进去再看 那一直到把所有东西都做好了 带到马来西亚回来 然后办了第一场 跟这个院线的所有的老大一起看 那当时我选了一个角落 躲在一个角落 然后就看 我想看一半可能就可以走了 结果 看到中间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 然后 然后偷偷的一拍给他看到 偷偷的擦眼泪 那我真的以为我 这个片子我没有感觉 那当所有的东西 声音效果 颜色 所有东西都组合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 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 这东西是我可能 在拍摄的时候 在做后期的时候 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是从 那么好